稱呼的話 所以先抓前面嘛 那當然你要解決一個問題 你可以先做第1步 然後再串接第2步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先去抓第1個字 第1個字用什麼呢 用laps 開頭 這邊有個laps 那這個地方你不用laps B 因為切出來已經變亂碼了 oklaps按確定 那我要抓的文字在這裡 指向儲存給給他 他就幫你把這個 這個儲存格子要帶過來 帶過來之後呢 你要幾個字 我要從左邊算起 一個字 輸入1就可以了 ok 那我要一個字 出現的話就是5 就信 後面呢要接一個 你的什麼呢 你的 這個 這個 性別 所以後面加一個 and and就串 那串的話 可是問題啊 你不能直接打 先生嗎 那後面還沒想到解怎麼辦 你要再改 欸不對啊 所以這邊有邏輯判斷 那如果說呢 你要在後面串接之後 再加 第二個 函數的時候 請注意喔 如果你第1次使用可以從這邊 如果你後面第2次第3次使用的話請你注意一下 前面有一個清單 記得不要用前面的那個插入函數 請你在這邊找 有沒有一幅用 如果你點這邊 他會自動幫你 把這個 一幅的函數 幫你直接 放到 這個他的後面 這樣才ok喔 你不能用這邊這個 插插 好像會出問題 好 這個點這邊 清單一幅 有沒有發現 他這邊就多一個 邏輯是什麼呢 如果 這個儲存格 110的儲存格 等於男的話 那我 就是先生 就輸出 後面呢 返還回來的 就是先生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小姐 ok所以這邊的話我就直接 先打一個男 然後呢這邊就輸出的如果我一觸的時候呢 就先生 反之的話呢就是小姐 ok 好 這樣 那你會發現我打上字喔 一開他自動會幫我加前後算號 那這個當然是因為這個函數會幫你加 不過有一些函數 一開他不會幫你加 那你要自己加喔 不然你會錯喔 OK好按確定 好這時候有沒有無限生 向下填滿 自動 會做判斷 那這個就是 串接兩個函數中間用一個and 那前面是用less後面用if 好那這個地方的話大概是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來看一下那個綜合列寫好了 大概前面這幾個啦 那另外還有twin twin的話 理論上他是 用twin的話呢 這個不知道哥們沒用過 他的主要用途 是幫你怎麼樣呢 刪除文字字串中 多餘的空白 什麼叫多餘的空白 按確定 這個裡面的資料 按確定 向下填滿 那你會想說 有沒有把空白拿掉呢 其實有啦 為什麼因為 他叫多餘的空白 因為 在英文的敘述裡面 字跟字的中間 一定要有空白 可是呢 中文字 卻 卻 不需要 那這個就造成一個問題 如果你用twin的話 很抱歉 就沒辦法完成 你要的結果 那怎麼辦呢 你想說 老師有沒有其他的函數 可以解決 我 只要是空白 我一律把它刪掉的這樣的需求 你想說 另外操環數 文字類裡面有沒有 有啦 在哪裡 其實你可以用 我記得用refresh也可以 或另外有一個叫substitute也可以 那這substitute呢 我覺得比較好用 比較簡單 你按確定 他問你說 那你要取代 這個其實就是取代的意思 把舊的取代成新的 反而更簡單 那最後這個istence這個可以用 空白 他是從 如果你要 因為有好幾個空白 如果你有個number的話 是指的是第幾個開始 才取代 前面不取代的意思 那理論上是可以空下來 test指的是這個 order test指的是空白 那空白怎麼敘述 其實應該比較正確是雙引號 打個空白 再一個 雙引號 那這個雙引號中間的 這個就是意思用空白 請你幫我把空白 變成什麼呢 沒有 沒有怎麼敘述呢 沒有 你想說裡面 什麼都沒有嗎 這個不叫沒有 其實我們應該正確的做法是 沒有字 那這個是空下來是空的 空的跟沒有字 是不相等的 那沒有字 是什麼意思 沒有字 沒有文字 OK 意思應該可以理解 我在講什麼 很多地方其實都是邏輯上 你知道通的話 大概就懂了 不用去背 大概概念 因為這個叫做沒有文字 就是把有空白的 變成沒有文字 這個很重要 我發現很多地方都 可以這樣用 然後就互通 有些時候 即便你想 但是你不知道那是什麼 怎麼去 填上 正確的答案的話 那就 有些效果就做不出來 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 中華民國 有沒有 沒有空白了 下下填滿 有沒有 全部的空白都不見了 但是 好像 之後同學就說 老師這個 這個 好像 這邊是對的啦 那這邊是這邊對 那這邊不對 就麻煩 有沒有什麼方法 同學說 老師有什麼方法 可不可以讓他全對 全對就涉及到一個問題 判斷 判斷什麼 判斷裡面 儲存口裡面的資料 到底是中文 還是 就是英文 那 中文跟英文如何判斷 其實這邊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 插入環數 一樣文字喔 裡面不是有個叫 Core Core意思應該知道 就編碼 就是他的內碼 那他的內碼 其實 我們 就他會幫你返環啦 不過這個地方只會返環第一個字啦 不過我們這應該不用 弄太複雜 反正就先用這當 練習 範例 那你打那個 內碼表 我們 在計算機概論的課程裡面 應該都有提到就是 在美國他設計電腦的時候反正就是會先編碼 但是他 他們一定沒有那個 中文的概念 只有英文 英文還是大小寫 數字 然後再一些符號 然後就是控制嘛 所以他把那個電腦裡面 0到 127 其實就是 8 就8萬元 剛開始就8萬元電腦 所以 就把這些東西 放進去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的編碼 是在0 有沒有 這邊有個DEC 實境位的 0到 127 那 你會發現 從48 就是0 數字輸出0 然後呢 65是A 底下這些啦 那意思是說 如果他的Code 回來的結果 不是在127裡面的話 那就是中文的 如果在127裡面的話 那就是 算英文的 我們大概用內碼 那我們怎麼判斷 我這邊 大概有概念 不用死背 反正大概知道一下 這個內碼 那我們如果用那個內碼表 按確定 取得哪個呢 取得這個 這個資料 裡面的第1個字 那你會發現 向下填滿 這個是用Code Code這個函數 那你會發現喔 他的第1個字呢 如果 是 英文 英文的話應該是在127裡面 0到127裡面 可是呢如果是 中文的話呢 那一定是大於127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如果是大於127的話 那表示是數字 所以我們用一個比較簡單的做法 如果 插入函數 所以這個時候可以用邏輯 如果什麼呢 如果 他這裡面的結果 所以你也可以用Code 或者是直接抓前面這個 如果他是什麼呢 小於127的話 那我就用什麼呢 我用Twin 反之呢 我就用Subtitude 那 不過Subtitude那個公式很長 理論上我習慣是 先把這邊的公式 一樣 先複製 對不對 那Twin的話 其實自己打 有些地方可以用複製 有些地方 比較簡單 就直接 這個Code如果是 小於127的話 這個是一個 判斷 那我就用 用那個什麼Twin 所以這個地方我用自己打 TRI IM 然後刮弧 去抓什麼呢 抓這個儲存格 或刮弧 那反之的話呢 我就用剛剛這個Subtitude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看一下 那會不會是得到我們要的呢 中文跟英文 會有不同的結果呢 放開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 中文字 有沒有 他就切 全部去掉 這個全部去掉 那如果英文字的話呢 如果他原來有空白 他就會保留了 不過他底下這個 這兩個有點怪怪的 反正 醫師知道就可以了 好 這裡的話呢 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這個額外再 多補充 那剛剛講的東西 如果你來不及記的話 可以看一下這邊 我們用了 12 34 四個 不過我剛剛好像邏輯 剛好顛倒 大魚跟小魚 OK 畫面先黃魚給我一下 試一下 所以有一些那個可能講義裡面沒有的 那個 畫面 請各位就是 再到雲端上面 這個網址 裡面呢 去找到 就是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裡面 有個雲端白板畫面 裡面就有文字 與資料函數 那其中就有一個解答 我剛剛有提過就是那個 我們雲端白板裡面的資料 那答案也會放在雲端上 那基本上我覺得這個是比較 比較活的 隨時可以更新的一個講義 哈 好 好 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